你想在YouTube上面開始直播嗎? 這期影片會展示給你 如果使用免費的軟體OBS 在YouTube上面進行直播 Hi 我是 Grayson 這個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 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出現內容 我每次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倒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OBS 你可以來到OBS的玩家裡面 這裡面你可以根據你電腦的版本 去選擇下載OBS 像我打開了OBS 我們首先需要選擇這個設定選項 第一個一般設置底下 你可以調整一下整個介面的語言 這裡我就選擇了繁體中文 然後需要選擇第二個串流選項 這裡面找到服務 在這裡底下你可以找到不同的平台 比如說Twitch、YouTube、Facebook、Restream、Twitter等等 這裡面我們需要的就是YouTube直播 我們選擇YouTube 然後伺服器你可以選擇這個 接下來有兩個選項可以連接到YouTube直播裡面 首先第一個選項就是 你可以連接到你的YouTube頻道裡面 這也是他建議的選項 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使用串流經輪 這是比較進階的設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選擇連接帳號 你可以選取你YouTube頻道所在的郵箱 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就連接到了我YouTube頻道裡面了 如果你之後想要解除連接帳號 你可以直接點擊這個解除連接帳號 然後底下有一個選項就是忽略串流服務的建議設定 這裡大家不需要勾選 然後你可以選擇確定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多出一個YouTube Chat 它的追蹤就是 當你的直播開啟之後 這個就是你直播的聊天室 你可以看到觀眾在你直播裡面發的任何信息 然後你可以挪動這個聊天室 挪到什麼位置都是可以的 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YouTube頻道在YouTube上面完全沒有直播過 你需要有24小時的時間去讓YouTube給你批准直播 像在電腦端上你不需要有任何訂閱人數就可以開始YouTube直播 但是你需要經過這個程序才能夠批准讓你開始在YouTube上面直播 比如說我有一個完全性的賬戶我想要開始直播 我可以點擊右上角建立 然後選這個進行直播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提示 你需要申請直播功能的使用權限 在你提出申請之後 你可能需要等待最多24小時才能夠使用直播功能 你可以點這個申請按鈕就可以申請了 在我們連接賬戶之後 這裡就會出現一個管理直播選項 我們可以選擇一下 這裡面我們選擇建立新直播 然後可以給這直播去加入一個標題 這直播的標題你可以選擇更加吸引人一點 去讓觀眾會點擊想要觀看你的直播 然後可以給這直播去加入一個描述 然後底下會有瀏覽全線設定 這個設定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到它會有三個選項 公開、不公開、還有私人 如果你選擇不公開或是私人 那麼其他人是沒有辦法看到你的直播的 只有在你公開的情況下 其他人才會參與你的直播 然後你可以選擇分類 這裡面會有一些分類給你選擇 比如說音樂類的、運動類的、遊戲類的、喜劇與娛樂、新聞與政治 你可以選擇和你直播內容最相關的分類 然後底下你需要選擇這個直播是否是為兒童打造的 我的這個直播不是為兒童打造的 我就選擇這個否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選擇加入一個直播的縮圖 去吸引更多人去加入你的直播 接下來還有延遲設定 這裡面會有三個選項 正常延遲、低延遲、超低延遲 這裡我推薦大家選擇正常延遲就可以了 然後底下有三個選項 一般來說你可以啟用一下DBR的功能 最後在底下你可以看到有建立直播 還有一個就是建立直播並且開始串流 這兩種區別就是如果你選擇建立直播 你是還沒有真正的直播的 如果你選擇了這個選項 建立直播並且開始串流 這得與你是馬上開始直播了 這裡我建議大家選擇建立直播 因為你還可以做出一些其他的設定 去保證你直播的體驗 所以我選擇建立直播 當我們在OBS上面建立直播之後 我們需要回到我們YouTube工作室裡面 去查看一下整體直播的設定 我首先可以來到YouTube首頁上面 點擊右上角頭像 在這裡面找到YouTube工作室 然後選擇內容 這裡面找到直播影片 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剛才創建好的直播 就在這裡了 我可以選擇這個在直播控制中心查看 現在我進入到了YouTube的直播界面裡面了 這裡面可以看到我剛才做出的一些設計 例如說我的標題 類別 隱私設定 營利 然後在這裡面還可以看到 正在等待的觀眾人數 如果開啟直播之後 你可以看到喜歡的次數 超級留言的收益 如果你有會員 你可以看到形成元素 然後你可以查看一下串流設定 這裡面你可以查找到你串流的經輪 你可以更改一下你串流的研制設定 其他設定有像是啟用自動開啟功能 或者是自動結束功能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字幕 然後直播結束之後是否要將直播的影片去設為不公開 這些人都是能夠設定的 這裡面如果你直播之後 你可以看到直播的數據分析 例如說同時觀看人數 聊天室裡面訊息的頻率 直播的觀看時數還有直播的平均觀看時長 這裡下是不同的時間點 在直播的時候 你也可以觀察到觀眾的活動 最後你也可以查看到你整體直播的串流情況 在右邊就可以看到直播的聊天室了 在這裡面你可以發送信息 或者是點擊這個 你可以發送一些表情報都是可以的 觀眾可以通過這個選項去跟你進行打賞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選項去增加觀眾的交流互動 比如說你可以發起問答活動 或者是發起意見調查 這裡面可以對直播的設置進行編輯 我可以選這個編輯選項 這裡可以修改直播的標題說明 安排直播日期 直播瀏覽權限 調整直播類別 給直播上傳縮圖 把直播加入到一個播放清單裡面 然後選擇目標觀眾 這些都是能夠在OBS裡面去進行設置的 但是接下來這些部分 是沒有辦法在OBS裡面進行設置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付費宣傳 如果影片裡面還有付費宣傳內容 比如說商家提供給你金錢 去讓你去幫助他們推完產品 這個時候你就要勾選這個選項 或者說你想讓你直播裡面去自動建立章節 你可以點擊這個選項 去讓YouTube系統去自動幫你去把直播建立章節 然後你可以為了更好優化去在直播裡面去交流標籤 或者說你想管理一下留言 去提高留言的審核嚴格程度 這些都是只能夠在這裡面去進行調整的 然後這裡面還要自訂選項 這裡面會有聊天室選項 所謂的聊天室就是在直播或者首播的時候 觀眾可以在聊天室裡面去向你和其他觀眾傳送訊息 而聊天重播功能就是 如果有觀眾在收看你直播影片的存檔的時候 聊天的重播功能可以重現直播期間傳送的訊息 然後你可以選擇參與什麼模式 你可以規定一下哪些人可以傳送信息 你可以選擇所有人訂閱者會員或者是專屬聊天室 所謂的專屬聊天室就是經過核准的使用者才能夠發送信息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否是即時反應或者是有訊息的間隔 也就是說聊天室的參與者在傳送信息的時候 他的每一則訊息之間需要至少等待多久才能再次發送 然後還有YouTube的新功能就是直播接力 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去讓觀眾連續參與多個直播活動 新增直播或者首播內容 可以提供給觀眾在你活動的結束之後繼續觀看 在這裡面你可以點一個新增 就可以新增其他人的直播內容 當你的直播結束之後 還在觀看你直播的觀眾會自動跳入到那個直播內容裡面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加入預告片 預告片是讓觀眾先讀為快 並且依照期待感的好方法 你可以上傳長度是介於15秒到3分鐘的內容 讓觀眾在影片開始的時候就能夠欣賞你的預告片 如果你頻道已經加入了YouTube合作方案計劃 就可以開通廣告營利 這裡面還有直播廣告設定 可以讓YouTube在你直播期間去自動插入一些廣告 還會根據預設或者是系統會在播放的時候去插播一些廣告 而同時系統會經過觀眾在觀看的時候的體驗以及創造者的收益 但是他們不一定能保證會發送全部的廣告 也不能夠保證所有的觀眾都會看見所有的廣告 如果觀眾溜過廣告或者是廣告結束之後 畫面會自動返回到直播的影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OBS並不能夠全部設定直播的功能 還是有很多的直播設定需要你回到YouTube的工作室裡面去進行完成的 所以這些步驟大家一定不能忘 為了讓你直播體驗更好更流暢 我還需要回到OBS裡面去做出一些設計 不過在之前如果你喜歡這期面的分享 希望能做這部影片點個讚 感謝你多的支持 像我們再回到OBS裡面去做出一些設定 還是選擇設定選項 這裡面我們首先選擇音效 我們要選這個全域音訊裝置 如果想要讓觀眾去聽到你電腦裡面發出音效 比如說你是遊戲直播 你想要讓觀眾聽到你遊戲裡面發出音效 就要選擇這個桌面音效 這裡面可以選擇最適合你的 然後它會有兩個選擇 然後如果想要讓觀眾去聽到你的人聲 你就要選擇這個麥克風的音效 只有開啟之後 觀眾才會聽到你說的聲音 然後就需要選擇影像了 這裡面會有兩個解析度 來源畫布解析度 還有輸出縮放解析度 在這裡面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電腦配置去進行選擇 比如說這裡面我來源畫布它的解析度會高一點 2560x1440 然後輸出的解析度會在1920x1080 我也有看到很多人是兩個一樣的 都是1920x1080 然後常用的FPS就是60 然後我們需要再選擇輸出選項 這裡面找到串流 這裡面首先找到影像的編碼器 如果是蘋果電腦 你可以跟我一樣選擇這個設定 蘋果VT H264硬體編碼器 如果是Windows電腦 你可以選擇X264 然後底下會有編碼器的設定 首先位元率的控制就是ABR 然後這裡面還可以讓你輸入位元率 位元率這個數值會影響到你直播時候的圖像是否會清晰 為了查找一下你需要多少的位元率 首先你需要調查一下你家的網速到底有多少 接下來會展示給你 邏輯測算出你家的網速到底有多少 從而讓你知道你需要多少的位元率 讓你的直播變得更加流暢更加清晰 我們首先需要來到這網站 SpeedTest.Net 然後選擇Go 現在就可以看到這網站就幫助我措施出了 我家的網路速度 它有兩個數值 一個是Download就是下載速度 一個是Upload就是上載速度 這裡面我們主要看這個上載速度去轉出我們需要的位元率 這裡可以看到11.64 單位是MBPS 然後我們需要參考這個YouTube提供我們資料 如果選擇直播密碼器設定 位元率還有解析度 假如說我們需要選擇1080p的畫質 然後60fps 它的解析度就是1920x1080 它位元率的範圍就是4500到9000 它的單位是KBPS 而剛才我們測算出的單位就是MBPS 它的轉換率是這樣子的 1MBPS是等於1000的KBPS的 所以我們上載速度是11.64MBPS 需要前1000 所以就變成了11640KBPS 然後通常是我們需要乘以0.8 因為我不能把所有的位元率都用在直播上面 需要保留一些位元率去維持其他軟體它的運行 所以我們就乘以0.8 下面就可以看到 最後我得到的就是9312KBPS 所以是符合這個標準的 稍微多了一些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可以把這個位元率去調整成9000KBPS 然後底下的關鍵訊框間隔我選擇2秒 設定檔選擇high就是高 如果想讓你直播變得更加快捷更加順暢 你還可以加入一些快捷鍵 比如說你可以加入開始串流的快捷鍵 停止串流的快捷鍵 好 開始錄製停止錄製 請用預覽停用預覽 這樣在你直播的時候就非常的操控了 更加方便 在我們做完所有設定之後 就可以選擇這個開始串流了 像是開始串流了 然後回到我YouTube工作室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就會顯示圖像了 就證明我開始直播了 左上角會告訴你直播的時間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查看到所有的數據 所有的設定 觀眾的活動 串流的情況 在右邊可以看到觀眾發送的信息 這裡面會告訴你你連接的品質是極佳的 所以這是很好的 如果想結束直播 我首先需要在OBS上面去停止串流 這裡面可以告訴你你之後會無法重新連線 你的串流會停止 並且你本能會進入到離線狀態 我選的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並沒有結束 你可以看到這直播的時間還在走的 所以為了完全結束直播 我需要來到這裡選擇結束直播 這裡面可以告訴你直播會立即結束 不會繼續串流播送畫面 我選擇結束 現在我的直播就結束了 然後它會提供給你的數據 比如說觀看次數 最多同時觀看人數 總觀看的時間 聊天室的訊息頻率 平均的觀看時間 還有直播的時長 我可以選擇這個在工作室裡面編輯 在這裡面你可以對你的直播進行刪減 在剪成完之後你可以發送 就讓其他人看你直播的重播 像你知道如果用OBS在YouTube上面直播了 但是OBS並不能夠幫助你 同時在多個平台上面進行直播 我希望你去看這期影片 有沒有告訴你如果同時在YouTube上面 IG上面 Facebook上面進行直播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這部影片 點個讚 也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追蹤IG能夠有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